那为什么要住得好,吃得好呢? 因为他就愉快了,他就快乐了 那你再问他,为什么要快乐呢? 其实是没有回答的,是吧? 你要快乐,现在是一个终极的目的 就是你追求快乐,他不是一个手段 去达到你的目的,是吧? 或者你再想想,是不是? 是没有回答的,是吧? 一路这么想,比如你说 我赚很多钱是想住得好,吃得好 为了快乐,为了愉快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追求愉快呢? 它不是一个手段,是吧? 是吧? 但都可以说的,比如假如你说 刚才你说 最后那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追求快乐 你说快乐本身是一个目的 但我们也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那个会是一个目的呢? 会不会那个都跟另外一样东西有一些密切到不可以分割的关系 比如假如我做了这些东西,我就会得到快乐的 如果是这样,那个就很难说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手段的了 你可以这样说的,比如有些东西就是 比如说,你就是这样才能得到快乐的 那究竟那个东西是否叫手段呢? 即是一个快乐不是一个目的,是一个结果来的 如果做了某一种东西,你会得到快乐 你不做某一种东西,就不会得到快乐 他那个目的就不是,但是那个快乐就只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目的 其实,它一样是叫结果的 因为呢,有时候目的论又叫后果论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如果根据公利主义 我们为什么要帮人呢? 因为帮人呢,是带来人的快乐,它有这个后果 所以它的目的呢,有这个后果 那这个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你可以再分,它有什么不同 那我想暂时呢,你可以了解就是 其实那个快乐都是一个后果来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欺骗人呢? 因为你欺骗人,会有一个后果 就是令人伤害到人,所以不应欺骗人 OK,就是那个有一个后果来的 所以有时候呢,又是这样分的 你将功利主要分为后果论 OK,但后果论呢 又不是 exactly 和目的论是一样的 那这个我不详细讲的分别,因为很违反 总之可以,有不同的分法,OK 后果论就是专体后果 目的论就是说,留下一种目的 也就是守着大陆的一种目的 那,刚才我说说 刚才的例子就是想指出 就是我们将快乐呢 其实是一个终极目的来的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将到最后都是为了愉快 OK,就是为什么 你天气这么热,要开冷气呢? 其实都是愉快的,OK 都是为了这些东西 OK,那,根据功利主呢 他就说快乐本身呢 就有内在价值了 因为他再不是一种手段 去达到另一个目的 所以快乐呢 他有的价值就叫做内在价值 intensive value 那,还有他说 只有快乐是有内在价值 那,就是所有东西 它都是有价值的 不过它价值是工具 有一个手段 得到快乐 只有快乐本身才有价值 那,当然了,这个你可以质疑一下 那,就是你可以同意快乐有内在价值 但不是只是快乐才有内在价值 你可以这样批评公理主义 但公理主义是有问题的 只有快乐有内在价值 就是所有能够帮你达到法律的东西 就有工具的价值 譬如好像支笔那样 支笔就是一个工具来的 OK,帮你写东西 那就是工具 就是支笔有价值 它的价值是工具的价值 它没有罗罩的价值 譬如支笔 如果写到没有物件 你扔掉它 不可食的 那,公理主义是这样的 那,如果根据这个看法呢 正说我要将人生 而我试试这样的例子 就是将体识来 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 那,根据公理主义呢 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就是法律 所以,如果你这样推断下去呢 人生意呢 就是尽量快乐 但如果法律就不是自己 自己的法律 你不只自己的法律 只有其他人的法律 咦,有没有问题 公理主义 他答过 因为我说 他都要说明什么道德 和说明什么人生意 那,这个没有问题 从公理主义去看 那,我们跟着呢 就是看下康德 康德他怎么看这个问题 康德,其实你是这样看的 康德其实比较深一些 那,我试试简单说 我试试简单说 公理主义呢 就是要看 一路行为后果 mac 我知道我们的 Mir OK 行为会有些后果 但我们大部分的行为呢 其实都是一个原因做出来的 那一个叫做 我們的intention 或者我們的意圖 當然我們有些行為是沒有自覺的 那些就不算了 我們說是有意識去做的行為 我們的更加是 我們有一個原因 有一個意圖 去做出來的 那些行為會有一個後果的 而公理主呢 他怎麼看行為是否正確呢 他不看意圖的 我不管intention 我不管intention好不好 我就是看後果 看什麼後果呢 就是看happiness 快樂 根據行為的後果去判斷 那個行為是正確的 但是康德就反過來 康德看行為是正確的 不是看後果 是看你做行為的intention 意圖 那這兩者完全相反 那看什麼意圖呢 那當然是好的意圖 那如果意圖好呢 那是否正確 那意圖不好呢 那是否正確 那意圖不好呢 那要注意的是 當我這樣說的時候 這個好的意圖 或者intention good 這個說法呢 跟我們的common sense 是不同的 對不對 不要以為是我們common sense 我平時說 你意圖好呢 跟康德說 這個說你意圖好呢 其實是否一樣 根據康德看法 怎樣叫做good intention呢 就是 如果你是根據義務而做 即是 act from duty 你act from duty 這個呢 才叫做good intention 那要注意的good intention 那要注意的good intention 那要注意的good intention 好的意圖呢 就是要根據義務而做 好了 那怎樣叫根據義務而做呢 那所以為什麼康德叫做義務論呢 就是 他要 我們要 act from duty 即是根據義務而做 是不是就好 好了 那 但是 那些義務怎麼來的呢 即是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那康德說話就是 我們義務呢 是來自我們的理性 那 這個可能 或者 我不知道會不會 可能是深的一些 如果你 不太明白 那你出聲 或者我 可以 有些事情其實可以不用說 有些無辜的意思 怎樣叫做我們的義務 是來自我們的理性呢 根據康德說法 我們的理性呢 裡面呢 有個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中文叫做 中文叫做 定言論 定言論 是的 即是 我們理性會給出一個定言論 categorical imperativ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就告訴他 那些就是我的義務 OK 或者我們會 是的 那誰決定 甚麼是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就是我們的理性 理性 比我們 即是說 你的理性 和我的理性 大家有出入呢 那有誰的決定呢 不是 他說這個是有普遍性 就是不會有出入 即是大家的理性 都會給出這樣的義務 我們要遵守 那現在有問題 可以再討論一點 那 即是假設 我說我有義務 不要殺人 或者不要傷害人 那 如果根據刊登的看法 就是 這個就是理性 去給我們的 要我們遵守的 無條件的 只要你是人 你就明白 這個言論 這個丟臉 那 你可能有疑問 那 我們怎麼知道 那個真是 有時候你可能有疑問 那刊登告訴你 我們那個 那個imputive 那個定言論 明呢 其實呢 你可以看成它有一個 一個判準 OK 那個地位就好像 剛才我講公理主義裡面的 那個 公理原則 就是 是不是對呢 就是因為大力多數是最大法 那個地位就是這樣 一個最普遍的 道德原則 就是 它可以用來解釋一下 我們所有很具體的道德原則 那被打正我台的話 打正我台的話